Hello 請教的是王傑秉 如果國際都發生 包括英國路透社會認為 北京做事逃犯條例的暫緩 是因為屈服香港的經濟地位 也是認為中國正在打貿易戰 不希望香港的抗爭再讓家裡失火 香港存在的價值在這次中國政權 受到極大的威脅同時 好像不得不去正視 來 現在香港經濟的最新狀況 上一週你特別提到資金正在外離 那很多的企業家也正在大逃亡 這是真的嗎 是的 我想最近在一連串的股東會裡面 蔡明星在三天前就發表一個看法 我們去查管這是事實 他說已經關注到 就是香港的隔差利率已經往上走高 什麼叫隔夜債管利率 就是銀行跟銀行之間 因應市場資金的緊跟鬆 調高利率與火 你可以知道在最近這段時間 整個所謂資金趨勢 已經看出來是正在往上走高 那麼隔差利率 目前的位置已經是 這是最新的 就是來自於財經M2 最新的消息 我們知道這次2008年 金融海嘯曾經飆到5% 那現在的速度 已經持續往5%的方向進行 這是非常詭異 因為市場利率 大概只有在0% 就是隔差利率在以前的狀況 大概就在2到3個百分點 那麼這個速度在增加 這代表是什麼呢 資金正在撤離香港 要知道香港的重要性 就是因為它是全球 最自由經濟的國家 因為在1992年的時候 美國克林頓政府 授予了香港 一個特殊的經濟環境 叫做完全的 自由經濟的貿易港 當然這件事情 也是使得香港 在亞洲的地位呢 是更加重要 我們繼續往下看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香港的整個掛牌數 就是我們說的 在亞 我們說的以台灣 上海深圳 還有這個香港來看呢 香港的掛牌數呢 一直是穩居 是最高的數量 事實上在2006年的時候 2006年的時候 香港已經取代紐約 成為全球第二大的 掛牌數最高的一個地區 表示在整個亞洲地區 如果他覺得它夠分量 會選擇在香港掛牌 來吸引全球資金的關注度 那我們再以這個 市場的市值來看 我特別要談這個數字 因為這個數字 非常非常重要 這是香港的整個總市值 目前的金額大概在4.3兆美金 這是台灣 台灣大概市值在1.3兆美金 好這個平淡無奇的數字 代表什麼樣的意義呢 好剛才我們老師曾經談到 就是香港的外匯存體是多少 香港外匯存體總共金額 是4369億美金 台灣的外匯存體 大概4600億美金 講這個數字有什麼意義呢 不重要 這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1.3兆美金 市場的規模裡面 有30%是外資 但是香港股票市場不一樣 香港股市在這個 4.3兆美金的市值裡面 將近6乘5是外資 好我們換算一下 1.5兆 1.3兆的這個台幣 你乘以30%呢 大概也差不多就是 3000億美金左右 也說外資全部撤離的時候 我們的外匯存體 4600億美金 還是足夠可以應付這些外資的撤離 但是港股 4.3兆裡面 高達60% 到65% 是外資的情況下 642是代表什麼意思 外資持有香港股市 高達2.4兆美金 可是它外匯存體 只有4327億美金 大約這個數字 所以可以看出來說 如果外資撤離這個香港 香港勢必港幣跟這個美元 會不會斷裂呢 這代表的是一個極大的災難 那麼我們剛才談到說 這個港股的市值 好像比上海的指數來低 但是如果你繼續往下看 事實不然 因為我們不是單純討論這件事情 香港是全球第六大外匯中心 是全球第十二大銀行的中心 所以它的整個金融的重要性 是高居全球第三名 這個數字讓中國很開心 因為中國可以從香港 吸引大量的資金 到這個中國 中國在用香港 設了一個防火象 災難指導香港 所以外資要去炒作上陣股市 要炒作深陣股市 是做不到的 這名為什麽呢 因為它有個香港 非常好的主決點 用的是什麼 自貿港 自由港 三分之一的金融業 三分之一的港口運輸 三分之一的服務業 串聯了一個 中國最適合的 至今的進出的港部 那麼如果 美國國務院 所在上禮拜所宣布的事情是 如果你敢過這個逃犯條款 美國會慎重考慮 柯林頓當時在1992年 簽訂讓香港 完全自由的貿易港 這個條約可能會取消 而香港最大的外資 甚至在家裡都以為是中資錯 其實答案是美國 所以以這個角度來說 習近平是不是誤判形勢呢 還是林鄭月娥誤判形勢呢 這個情況下 包括歐洲 英國 美國 澳洲 紐西蘭 都認為要重新思考 香港自貿點的時候 代表的事情是 數以赵美金的事情 市值 會不會從香港 鍛鍊到中國呢 這事情恐怕很恐怖 我繼續解釋一下 爲什麽這麽恐怖哦 那麽因為在2015年的時候 香港股市曾經有一次大 中國股市曾經有一次大崩盤 那麽那時候 中國的情勢是非常緊急的 他想到一招 我可不可以借用這個香港的資金 來救上海跟深圳呢 所以那時候執行一個叫護港通 護港通呢 就是以上海證交所 深圳交易所 跟香港交易所為中心 資金互相的流動 每年超過4500億的這活水 會往深圳跟上海指數呢 去做救援 你可以看出來 當時在2015股市大跌的時候 資金正在快速的往 這個中國 中國股市流動 使得中國股市 過了2015年最困境的時間 當時習近平的位置 在那個時段是岌岌可危的 要不是有香港的資金 習近平當時股市怎麽來振作 後來的債券市場 怎麽有大量的香港資金 換成人民幣 去買了中國的債券 維持地方債務 能夠平衡 所以換言之 你想一件事 如果這個斷裂的話 如果美國認定香港 不是一個自貿港 對中國是不可承受的災難 習近平可能沒想到 因為G20就在前面了 所以我們仔細往下看 這事情到底告訴我們這件事 不是單純的資金 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來這個圖告訴我們什麽事情 全世界人民幣交易量最大的 就在香港 香港佔了全世界 將近5成3的人民幣的交易量 告訴我們今天很重要的事情是 中國有了香港 人民幣在這個中國境內 怎麽玩怎麽玩都沒有關係 因為有個香港來做個捍衛點 那如果請問一下這個捍衛點 是基足於什麽地方 是建立在什麽地方 建立在港幣跟美元是 這個 是連鎖的 所以用這個方式 美元間接跟人民幣 有一個互相 一個牽引的動作 如果這邊斷裂會什麽情況下呢 港幣一定會大幅的翻身 人民幣貶值 然後隔夜拆款利息走高 當股市分盤的時候 港幣一下殺就重演1997的金融災賣 這時候的中國 已經沒有辦法去應付 一個高達2.5兆 外資持有的香港股市的資金 所以我們仔細來看一下 這問題的嚴重性 就看得出來 香港人心中的悲哀 因為騰訊現在是 香港最大的市值 高達12個百分點 不是李嘉誠的這個 和集團嗎 沒錯 難過早期李嘉誠的 遺和集團 就是香港人認為說 至少是香港人 在主導香港的經濟 曾起何時 遺和已經不是香港 最主要的這個 交易的市值的時候 這裡面的難過 就是李嘉誠開始撤離 整個中國跟香港市場 我們來看一下 事實上呢 現在電訊銀科 跟和續電訊呢 已經遭受到極大的一個威脅 那麼我們知道 李嘉誠首先已經把香港電信 已經賣掉了 因為他認為這個中國的電信公司 把手伸到香港 他遲早被取代 今天在6月份的時候 中國電信正式到香港掛牌 意味著這件事 香港本土的電信公司 這樣會消失 我請問一件事 當中國聯通 中國電信的手伸到香港的時候 請問香港有通信的自由嗎 所以我們整體來看 從2013年開始 李嘉誠就已經開始出售他的這個 不論是中國跟香港資產 到目前為止已經出售金額是高達 3000億港幣 而且這只是開始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關鍵點在於 李嘉誠交班的時候 說了一個關鍵的話 在長江實業一和集團裡面 什麼都可以賣 如果有人想買香港的 長江實業的總部 他也賣 所以告訴我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李嘉誠徹底的離開香港 這告訴香港人的崩潰 因為香港不論是金鋪 或者是所謂的這個土資產 剛才說的這個建設公司 那麼亨德森是香港最大的一家 這個建設公司 都被這個中國給撤離的時候 你不論是公共建設 或者是機場 或者是銀行 或者是地產公司 基本上都已經被中國這個手伸進去了 香港人還有自己的資產嗎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 在最後唯一的一個情況下 就是維繫的美元跟港幣掛鉤的機制 不能破滅的情況下 香港還維持一個生機 但反正是逃犯條例 讓美國英國跟歐元區 都在深厚思考一下 到底香港自由貿易這個城市 還有存在價值與否嗎 18年來 全世界最自由經濟的區域 在香港 這是所有香港人 共同努力的結果 所以為什麼這次所有年輕人 包括今天最新的消息 已經有銀行業的人 也已經上街頭了 銀行業已經震出來了 這個對於習近平來說 這是他不可承受的痛